男人紧紧一个转头 发现身后多了一具尸体 小弟吓得连滚带爬往外跑去 将叫天虎喊来后 更觉得此事非比寻常 由于叫天虎的中间人正是老叶猫子 当突击对火速赶到老叶猫子家中 却发现他早已经口吐鲜血倒在桌上 老叶猫子撑着最后一口气 最后说出的那个名字正是桑狐狸 这时忽然传了一声枪响 等正虎尘追出去时 对方三人已被全部击毙 而且正是叫天虎的人 叫天虎抢先下手解决了老叶猫子 逃亡路上和小弟商量 认为桑狐狸没有那么大本事弄来五体机枪 背后一定还有个更大买主 指名道姓的要解放军文公团员 在永霸县城里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孙教 你是说谷家 不是谷家老头子 就他妈是谷家老二的干人 谷天忆那小子 他妈他出了名的方言 他要看上了文字文语 那也在你 可是古老爷子 古老司令他做不回吧 他也奉牛 解放军在永霸城都驻了军了 他谷家老头子能睡安安觉吗 敢不敢动解放军 他这个姓婆我招试试 叫天虎自作聪明有了番分析 可奇怪的事却发生了 等叫天虎赶到三狐狸家中 发现院中静悄悄一个人没有 于是叫小弟先去探探风 小弟推门发现屋中同样空无一人 只等走到内屋才看见 三狐狸已然吊死在袋空 于是便发生了开头内屋 等叫天虎赶到院中一看 一伙手持长枪的人已然躲在了门口 而他们正是此前多次出现的神秘人轻发狂 叫天虎不亏山中一把 剑状竟然丝毫不慌 老子正要找你呢 那几个人呢 我不换了 把那几个女的交叉 你也太不赌规矩了 这生意都做完了 哪还能反悔呀 无体机枪 这个买卖你不 姓秦达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老子高兴就换 不高兴不换 你乖乖地把人交出来 我饶你不死 你口气不小啊 你回头看看 你还有几个人 你都快成光杆司令了 还免我意思 你能不能活到明天都还另说着呢 此时小弟同样劝说叫天虎 正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 要不还是说点好话把人要回来 叫天虎寻思有礼 便出嫁一千大洋外加送 环武艇机枪要谈生意 可秦发奎却假惺惺将罪名怪到 谷家二少爷谷天运身上 说人如今在谷天运手里 想换都换不了 叫天虎不知事迹 果然向秦发奎求情 想劝谷二爷把人给放了 你想想 解放军内五个女兵 个个都是美女 而且能搁上午的 二爷能够舍得呀 正当二人谈判至极 突击队已然赶到村落之中 并且即将发动闪电式袭击 感谢观看